医疗也要走出去 此季马来西亚新山医疗团队 第二次前往祖屋区 展开社区检检活动 民众能够就近检查 不需要长途奔波 在大雨中 检检的讯息 志工们是挨家挨户送到 也一一告知注意事项 虽然是在社区里 检查的要求和医院一模一样 一星期后 新山医疗团队来到时 天才刚亮 忙着做现场复制 要让刚起床的居民们 马上就能下楼来做检查 福林园祖屋区 大多以华人为主 但志工也没有忽略 其他的族群 有专人做翻译 亲切解答任何疑问 除了基本的检查 还有中医服务 中医师梁志成 是第一次来参加仁义会活动 这是医疗团队第二次走入社区 也更感受到建立正确医疗观念的迫切性 好像就有些他们不太喜欢去看医生 就是有病就是去药店 就这样买一点来这样吃 其实对他们不好 这次共有73位民众来做检查 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也带回被呵护的温暖 大约新闻之上 美之公马来西亚报道